今天裸股宣天 鞭炮齐名 人山人海 A股今天 各股鋪涨 4,000家公司翻红 基本上今天阳线 反包昨天的阴线 可以说是欢天喜地 欢声笑语 最近的一段时间股市绝对有牛市的感觉 今天的北向资金大举流入 不是一点点的流入 而是规模宏大 我们用词叫做规模宏大的流入 仅仅一上午的时间 外资就买入了65个亿 而且买得非常均匀 股股头买了31个亿 深股头买了31个亿 一下子买了65个亿 那为什么北向资金持续买入呢 首先你要明白 北向资金的消息是非常非常灵敏的 有几个消息值得大家看一看 有几个消息值得大家看一看 哪几个消息呢 首先 美国的交通部允许中国航师直飞的中美往返航班 从3月30日起增至每周五十班次 一个星期五十班次 那一个月就是两百个假次 基本上已经回到了2019年的情况 基本上已经回到了2019年的情况 这个人员的往来啊 那你说我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要不就是留学啊 要不就是交流啊 要不就是这个什么呢 对不对 其实我们和老美呢 不像美国和当年苏联 我们又没想着说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想赚点小钱钱 对吧 我们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 就想赚点小钱钱 对吧 又不是说准备要把老美怎么怎么样 当年的苏联可是准备要把老美怎么怎么样的 我们又没这样准备过 对吧 所以说以前这个航班数基本上快回到2019年了 航班增加 航班增加过之后呢 紧接着呢还有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呢 你看 这个商务部长 商务部 商务部 会见美国贸易代表 戴琪 这个是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 你可能说 哎呀 这商务部 这个会见美国的贸易代表 美国贸易代表主要是管关税的 就是我们跟以前美国不是搞贸易战嘛 管关税的 那么会见这个戴琪 你可能说在阿布扎比 对吧 在这个阿联酋阿布扎比不算 但是这个消息是非常值得我们解读的 哪个消息呢 就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非常值得我们解读一下 美国商会会长克拉克将率团访华 这个是路透社 彭博社 要是假如说只是一个社 可能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既是路透社 又是彭博社 都报道 美国商会呢 这个克拉克将在本周率代表访华 看到没有 本周率代表访华 预计将与中国会晤 你要知道美国商会啊 他就是 美国商会他就是搞经济的嘛 而且美国商会呢 可能是又涉及到波音啊 又涉及到这个特斯拉呀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你冲过这些有没有发现 今年我们可能和老美的这个经贸啊 明显可能要什么 要热络起来了 航班增加 对吧 这个会见了管关税的那个 然后呢 这个商务会长克拉克要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各有各的问题 哪些问题呢 首先你看 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债 抛压家具 一天内两场标售需求惨淡 又有投行推迟QD减码时间点 我们的问题在什么 在房地产商 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 我们的问题在房地产商 那美国的问题在什么呢 美国的问题就在债务商 现在所有人眼睛都能看出来了 他欠了三十多万亿美元啊 换成人民币就是两百多万亿啊 每年光利息就是一万亿美金 知道吧 每年现在美国国债的光利息 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军费开支了 那你说还账是不可能还账的 能还利息就不错了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美国国债呢 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 不行了 所以说现在的美国国债是非常难卖的 现在是维持高利率 就是我给你的国债 我给你的利息高 你来买我的吧 你要是国债给人家利息再低一点 那就没有人买了 对不对 美国的国债现在没有人买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在11月和12月份的时候 增持了美国国债 我们要是一直抛美国国债的话 那美国国债的信用度可能会再次下降 必须还要给更高的利息 才可能有人买 但是你看我没买过美国国债过之后 美国国债至少可能 可能多少还会有人买一点 对吧 那 那现在就在这种情况下 美债的这个抛压都非常大 啊 这个就是美国的问题 美国的问题就是美国国债 因为美国他就借钱嘛 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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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以后要是没借钱给他怎么办 当然了 你不借钱给他他要打你的吧 他要修理你啊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2024年又是大选年 那老外的也得把经济搞好呀 对吧 10月份就出结果了 现在都3月份了 你不能说 哎呀 到时候10月份经济再转好 那肯定要7月份8月份就要能感受到经济转好 人家才会给你投票呀 是不是 所以说今年呢 你看明显这个 就是今年啊 在这个大选的时候呢 这个老美那边啊 很有可能是想什么 想把经济搞好 所以说你看 商务部长也来了 那边这个又会晤了 然后国债也买了 航班也增加了 那所以说体现在什么 体现在这个 北向资金上面来 就是65亿规模净流 而且这个 之前也有一个 130亿规模净流 北向资金的净流入 这个北向资金的净流入 北向资金是非常灵敏的 北向资金是跟华尔街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北向资金的净流入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很有可能是什么 很有可能是关系缓和的 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关系缓和的可能性啊 就比较比较大了 因为因为这一段时间 可能老外说什么 人家也不怎么听了 因为都知道下一届是谁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说你看 各种角度来看 A股应该会有一波高级 接下来呢 就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千载难逢的良机 除此之外呢 还有 还有利好 你看这个 央妈今天又 又这个镜头放了 3430亿 看到没有 钱管购 资金非常不缺 钱是非常多的 资金量非常不缺 要多少有多少 大水漫灌啊 只是说以前大水漫灌都灌到房地产去了 现在呢 这个房地产呢 不行过之后股市很有可能会接棒房地产 股市呢 自己也有利好 响应监管要求 券商迅速禁止融券违规交易 为响应这个监管要求 各券商积极出手 应对违规融券交易 昨天 券商龙头中心证券在该公司这个APP上发文提示称 公司将严禁向利用融券实施日内回转交易 变向G嘉宁的投资者提供融券服务 那这个券商两融业务称融券变向G嘉宁 是指投资者信用账户当天可以买卖模式 禁止这一做法了 可以更好的体现公平性 而且投资者想要通过两融套线或者绕标的做法也被禁止了 所以说你看 融券 融券违规交易 被迅速禁止 而两个字迅速禁止 这是不是利好 这也是利好 各种利好 我们A股呢 现在就是各种利好 然后呢 这个体财股炒的是热热粉 体财股怎么个热法呢 有家公司叫做韦海德 得收关注函 要求说明多摩泰 来平衡算法相关事 介绍是否存在虚假 或者误导性陈述 这个前一段时间 英伟达搞出来了一个收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英伟达搞出收啊过之后呢 就吵了 这个韦海德是龙头 韦海德都说了 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多摩泰 股民不相信啊 股民应声说的 就说你有 反正你有 但是这个吵得有多热 就是韦海德自己说了 韦海德在回复这个观众喊的说了 我没有多摩泰 我也公告了我没有多摩泰 但是股民不相信啊 股民说你有多摩泰 你就有多摩泰 股民说你有多摩泰 那没有办法了 那你就有啊 股民说你有多摩泰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克莱基变 克莱基变 12连版的克莱基变 紧急提示 公司股票存在市场 情绪过着 非理性操作 那股民说你有啊 那你就有啊 对不对 这个克莱基变 打破了上一次 这个深中华A11连版的记录 迎来了12连版 今天呢 这都13连版了 都提示风险了 都说了 那我没有 克莱基变说了 我没有 我不存在 重大资产重组 我也不存在 股份发行 和重大交易事项 啊 我也没有股份激励 我也没有股权激励 我也没有破产重整 我也没有重大业务合作 我也没有引进战略投资者 啊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也没有 最近也没有增持股票 不存在 对股价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家事件 也不存在没有披露的重要事项 都说的很清楚了 他一条条给你列出来了 我不存在 重大资产成组 实际控制人 也没有买股票 也没有重大合作 也没有股份回购 也没有要股权激励 也没有要扩展重置 也没有重大业务的进展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不行啊 股民说你有啊 然后你就有了 你看这炒得多热 对吧 20厘米干出来 五六个20厘米 然后13连板都打出来了 所以说现在的A股呢 这个极其极其极其极凶猛啊 不过极其极凶猛的A股呢 有个特点啊 你看 这个是中正2000的这个历史指标啊 你会发现呢 就是这个中正2000呢 他结前大跌 就是微盘股小盘股结前大跌 但是结后你看微盘股小盘股 涨开了 涨开了 但是涨开了 但是你看这个细节啊 涨开了过之后 你看细节啊 这个负的7万3千5 负的5万 负的3万7 负的3万7 一个3万7500 一个3万7250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厂内新增份额 这个叫做厂内新增份额 什么叫做厂内新增份额 就是这个中正2000这个微盘股啊 他涨了涨了涨 结果股民都跑了 接前一波大跌 大家害怕了 心有余悸 结果都跑了 趁着这个中正2000 涨的时候都输回了 都跑了 看到没有 所以中正2000的份额越来越少 从最开始的84万份 现在变成了只有64万份 啊 84万变成64万 减少20万份 就是这个基民啊 趁着这个中正2000反弹 跑路了 啊 跑路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 以前都是越涨越买 现在就是 接前被教育了一顿过之后 越涨越卖了 以前都是越涨越买 最早 现在越涨越卖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体材啊 火热的很 对吧 克莱基电干出了十几百 然后这个 呃 都说了我没有 对吧 维莱特说了我都没有 啊 我都没有 对吧 然后就说你有 你就有 对吧 股民说你有 对吧 克莱基电说我没有 股民说你有 啊 你有 再加上呢 昨天我们也讲到了 资认专家预计啊 APO新股审核啊 重启可能最大到三月 呃 这个开完会 这个我昨天也解释了一下 因为现在的这个注册制啊 它的这个 可能有些条款是要改一改的 啊 它也必须要改一改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注册制是 呃 上市容易 但是退市也非常容易 很容易就退掉了 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你上个1000 退个800 市场在良性循环 但是美国的注册制 退市呢 是要赔偿的 有可能是中介机构赔偿 有可能上市公司赔偿 不可能是最后股民 对吧 说退市了 股民买了2万块钱 最后2万块钱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啊 那我们现在的注册制呢 就是上市非常容易 但是退市非常艰难 没有人赔偿 一定要把这个什么 定义清楚 假如说你 你要上市容易 可以 那你以后退市 也要多 那退市多的话 不可能是有股民承担的 那谁承担 要想要写清楚 对吧 是不是上市公司承担 还是中介机构承担 要写清楚 啊 你不能说上很多 最后退的很少 那市场承受不了 那你要是说 管延一点 上市的少 那你现在的上市标准就要改 对吧 你都管延一点 上市 你上市的少 对吧 你既然退市的少 那你上市的必然少 你上市的要少的话 按照现在的这个 注册制的一些条件方法 你这个上市的标准 一定要提高 要不然的话 那很多公司 他都具备上市的资格和能力 所以说呢 这个支撑专家预计啊 APO的重期审核啊 确实要到三月中下旬 这个条款一定会改的 到底怎么改是 上市容易 退市也容易呢 还是上市难 退市难 对吧 到底是怎么弄 对吧 这个估计还得要想一想 所以最近大家放心炒 新股也没有了 再融资也给你卡掉了 放心大胆的炒 对吧 最近那股跌下来了 你看这个昨天 稍微跌一点点 股市就被抢筹了 这说明大家 着急得很 这说明 着急得很 着急得很 大家都怕踏空 但是呢 最近一段时间 外资是水土不服的 外资公募集体败北 A股市场 它是集体败北 不是一个败北 而最近呢 贝莱德呢 无往不列的贝莱德 败走中国公共市场 三年前外资就贝莱德 是第一个在中国成立的基金公司 发展三年仍在原地打断 多位创始高管接连立职 作为中国首家的外商独资公募 贝莱德基金颇具代表性 但是呢 除了贝莱德以外 其他的外资也亏的 比如说包括富达基金 陆博曼基金 发展状况都差不多 其中呢还讲到了一个什么呢 其中呢还讲到了一个这个 中国公募市场以外 有九家外资 独资的公募 摩根斯丹利和红利基金外 其余几家甚至还没有温饱线 其中呢 这个摩根治管一半的规模 是靠着货基层级的 货基就是货币基金吧 货币基金呢就是像什么 是收链这个利息之类的 权益呢 占比比较小 红利基金呢 最近也比较惨 那么这个是摩根治管 还有一个摩根斯丹利 摩根斯丹利在A股表现更加惨烈 大摩科技领先混合A 还有大摩沪森港精选A 基本上都亏36% 36% 38% 41%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贝莱德 不光是贝莱德在中国血亏 就是摩根斯丹利这种美国顶级的投行 他的六支基金都亏百分之三十几 都亏百分之三十几 唯一幸免的是什么呢 就是摩根治管 摩根治管 因为他买的不是股票基金 他主要是买的货基 就是买一些收点利息 所以说没怎么亏 但是摩根斯丹利也好 这个贝莱德也好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红利也好 都是血亏 说明我们大A还是 还是比较牛的 这个外资基本上都没跑掉 基本上都亏损了 但是呢 这一轮要是外资 把握好节奏的话 还是非常有可能回本的 因为你看最近股市连续反弹过之后 很多人都快回本了 很多人基本上这个 2024年没亏损了 2023年要是努努力 就是把2023年可能亏的也要挣回来了 所以说A股接下来机会多多 大家重点把握 假如不知道如果把握的话 肯定过来听听直播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点关注